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一樣要來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那大家平常玩動物森友會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喜歡做哪些事情呢? 有的人喜歡蒐集家具 有的人喜歡改造地形 有的人也喜歡抓蟲 釣魚及圖鑑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呢 就是跟島上的動物居民尬聊 還有偷偷的跟在他們後面偷拍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這個要炸出來的動森的相簿 為了拍照我還去買了一個記憶卡 拍了一大堆 常常跟動物們尬聊就會很容易受到他們的委託 請我幫他們送還東西啊 還是幫他們抓蟲抓魚的 所以也就有這一項里程的任務 親切很重要理 而這項任務我再完成一個就可以把他給擠滿了 那這個任務真的要花很多時間去跟動物們相處 才有辦法完成的 那今天就是要來找個動物對牠們親切一點 我的目標是先鎖定我家可愛的阿姨 希望在我找他講話的次數五次以內 他就可以給我個小任務 那超過五次對談沒給我任務的話 我就再換下一個目標 看今天最後是哪位動物居民幫我完成這項任務的 阿姨 阿姨 趕快 來合體吧 先聊一下 超棒的啊 趕快 趕快 當然啊 是學你的啊 安全帽 這件衣服 戴安全帽 是啊 你自己也戴安全帽 我也不好意思 嫌你的品味不好 來聊天吧 喂 第四次 趕快趕快 叫我抓蟲抓魚啊 這個是我的副帽 那你還問 趕快 趕快 你不是最愛叫我去抓蟲抓魚了嗎 好吧 失敗 但我還是要送他一個化石 無恥翼龍的 無恥 無恥翼龍的幼翼 能不能再給我一張照片啊 拜託啦 好吧 失敗 阿姨失敗的話 那我第二個目標是 耳光 欸 耳光你聽我說啦 阿姨都不派任務給我 親一個 送貴的衣服給她們 她們就會捨不得穿 來聊天吧 阿姨 不會喔 喔 什麼暗箭的味道 就是你自己貪睡而已啊 水上色就變成別的飲料了 難怪啦 給我個任務嘛 你自己貪睡 我自己貪睡 都幾點了 還睡午覺 耳光失敗了 但我還是要給他一個化石 孔蒙腳印化石 接下來我要找遠仁 遠仁 快點快點 天已經完全黑了 趕快趕快 給我任務 來聊天吧 上山 這個時候就跟耳光相反了 趕快 給我個任務 需不需要我幫你釣啊 我需要對人家親切啦 趕快給我任務 女后在睡覺 待會再理她 趕快趕快 有了有了有了 好 沒問題 OK 我身上是不是就有一條黃金河谷 你就不要給他這麼高級的魚好了 這邊隨便釣一條 這是什麼 初心三塊魚 來吧 我拿魚來了 三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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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燈 感謝遠門啊 好的 那我也達成了我的任務 這個那麼難拿 至少要給我個 一萬點吧 才三千點 好棒喔 這個稱號 英雄耶 我馬上換一下 原本是叫小皇帝了 現在就可以改成小英雄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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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小英雄 配上這個照片剛剛好 太棒了 遠仁謝謝你 給你拍個手 然後我要再送一個禮物給你 怎麼都是這種啊 南方古猿跟奇蝦 今天的化石運不好算了 隨便送一個 送浴巾回來 那剛才遠仁有說我島上旅遊又被衝過來了 那之前呢 我有一個影片教大家怎麼快速的收集生鏽零件 那就有說到說我們可以開副帳號就兩次旅遊 這樣我們就可以拿到兩次禮物 大海的海藻會變成碎屑的 所以呢我這邊有兩個魔礙象有沒有 就是因為我主帳拿一個 副帳拿了一個 哎呀 沒有打到 用網子也可以把它敲起來 醒來了 趕快趕快 那我今天也打算要主帳號跟小帳號各就他一次喔 那我想要順便跟各位說一下開小帳號這件事情啊 就是除了旅遊外 那在哪些地方我們也可以拿兩次獎勵 或者是參與兩次活動的 像是說賣那個假貨的狐利 我們通常一天 我們通常一天只能買一樣美術品嘛 那有小帳號的話我們就可以再多買一件 那每次他來都會帶四件美術品 你也可以創四個帳號 就可以每次他來都把它買下來 如果大家想快速收集真假藝術品的話 也許可以試一下 那還有說像島上如果有那個貓頭鷹妹妹 就是復刻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開小帳號去跟他要方程式喔 因為妹妹給的那個方程式啊 除了當季 除了當季星座的家具外 其他是隨機的 那小帳號很有機會就是拿到主帳號沒有的方程式 所以想要快速收集猩猩家具的人也可以試看看 挖錯了 為什麼對不準 你不要過來 有了 還有地毯商的那個洛蘭 我們也可以開小號跟他買地毯 然後再把那個兌換券拿去給主帳號 然後再由主帳號拿兌換券去換那個商品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兌換券換到的地址跟地板 通常是還沒有入手過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建議說有主號來換 才會比較容易換到你還沒有拿過的那些地址跟地板 氣球 那其他…啊糟糕了 他是往那個方向飛的 算了 其他也有像那個服裝秀啊 也可以開小號穿搭 然後去拿那個什麼 凱斯系列的服飾 或者是龍克斯 或者是余斯廷來的時候啊 那個模型委託也可以開小帳號再另外委託 還有那個KK的演唱會啊也可以再多點一次歌 或者是像現在在辦的那個活動 就是婚禮拍照的 我們也可以開小號去拍照拿愛的結晶回來 這樣收集比較快 我是不是已經五個了 有 五個了 就是在各種收集面上啊 開小號還是有很多好處的 所以還沒開小號的人就可以考慮一下 好 好的 那這樣子 我主帳號就已經完成旅遊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用這個 召集居民 然後把我的副帳給叫出來 好的 這樣我的副帳就出現了 再來呢 我就只要用這個 交換隊長 就變成我的副帳變成隊長了 就換他來挖 好 雖然畫面上會被拉得比較不好看 你看他又倒下去了 一次就起來了 哈哈 他就在說我 我剛剛幫他修好了 可是他手機又壞了 所以我的副帳就可以再幫他找一次了 所以我的副帳就可以再幫他找一次了 好 那這邊一直在噴水 這應該是蛤蜊吧 好了 買鏟子回來了 繼續來挖五個通訊裝置 通訊零件 現在開兩個 那個畫面真的是有點不好看 第二個 旁邊馬上生一個 蛤蜊 那如果家裡有兩個人可以一起玩的話 就可以另外一個人控制 欸怎麼又是蛤蜊 就可以另外一個人控制另外一邊 兩個人一起挖 速度會不會比較快我就不曉得 欸小潤你怎麼在這裡 嗨 拍個屁手 還差幾個啊 還有兩個 欸為什麼這麼多蛤蜊啊 還不小心解了成就 看這邊是不是有在噴水 這裡 好 還缺一個 有了 好 那這樣我的副帳號也拿到五個了 找到囉 好 好的 那這樣子呢 明天我兩個角色的信箱都會收到他的禮物喔 而且我救了他幾次啊 就是我的主張和副帳會拿到的禮物都是不一樣的喔 不會說兩個人都拿到一樣的禮物 所以要收集那個旅遊的禮物的話 其實多開幾個帳號去救他 收的蠻快的喔 就是推薦大家可以做個小帳號 好啦 那這個用完呢 就可以把隊長還給我的主張 這樣揮個手就可以交換喔 好的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今天的影片也對大家有所幫助 感謝啦 掰掰